向左在外面踩旗飘飘,向太一个大招断了他所有后路,向左和郭比婷婚后仍一心扑在野花上,两人婚姻多次亮起红灯,向太力破儿子儿媳婚便谣言,最后忍无可忍,霸气甩了一个大招,不仅断了亲儿子后路,还让那些阴阴艳艳再也不对向左抱有幻想,他的手段有多绝? 一亿,针对向左和郭比婷多次婚变传言,而席奴向太直接对外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,他宣称以后会将全部财产尽数留给郭比婷以及孩子,甚至连向左的名字都没有提到,这段话里的信息量可不少,首先他强调了全部财产,没提向左的名字,那就意味着这些财产和向左毫无关系。 外面那些阴阴艳艳艳想通过向左或求名分,或求财产,最终只会落得一场空,那有人就问了,万一其他女子和向左朱胎暗结? 用孩子来争,向太又该如何应对?向太做事向手段铁腕,他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,所以他不仅宣布财产留给郭比婷和孩子,而且还特意强调是郭比婷生下的孩子。 所以,即便有人想暗度陈仓,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向太这一个大招实在是绝妙,可谓是一箭三雕,一是让向左收心,和郭比婷好好过日子就应有尽有,二是断了他外面那些野花野草的念想,三体现出了他的大度。 他为何对郭比婷这么好?当初为何非要帮自己的儿子选媳妇?他第一个看中的儿媳人选又是谁? 其实按照向左这种豪门配置,身边根本不缺女朋友,而他不仅不缺,甚至还有七个前任,而且这些前任一个比一个奇葩? 网友,看完不禁怀疑,向左这眼光到底随谁?向左曾经有一个爱到骨子里的女人,名叫黄婉佩,人们常说,恋爱会让人盲目,有些人甚至不顾道德伦理去做小三,向左就是如此,而且他还直接舞到了向华强面前。 二,向左虽然不差钱,但是在娱乐圈的事业却一直不温不火。 受到不少嘲讽,就在他职场失忆的时候,认识了清纯美丽的黄婉佩,向左迅速陷入到了他的温柔乡,甚至想立刻和他私定终身。 但是,黄婉佩根本不是省油的灯,当时黄婉佩正身现隐婚风波,他能进入娱乐圈当演员全靠沉静些的帮助。 两人关系非同一般,无数人猜测过他们之间不止朋友层面,但是黄婉佩每次都否认,即使被拍到两人同进同出一个小区。 他也说只是邻居,陈静邪也三肩其口,不做回应,但是,只终究抱不住火。 后来,专报一人八卦的港媒东周刊爆出一个大料,将黄婉佩和陈静邪的婚书直接公之于众。 面对如山铁证,黄婉佩为了自身的形象和发展,仍然嘴硬不承认两人的关系,她的人气和口碑迅速下滑。 向左面对这样一个隐婚的撒谎经,却丝毫不在意,爱情让她盲目,她不顾周围人的眼光,也不在乎父母的强烈反对。 甘当小三和有夫之父黄婉佩甜蜜热恋,甚至还捂到了父亲向华强的眼皮子底下,她甚至牵着手带黄婉佩出席向华强的新酒店的开幕红毯,这个举动简直就是在赤裸裸的向家里逼宫,但是向家人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 红毯结束后,向太舅直接跟黄婉佩摊了牌,说不可能让她进向家的大门,两人最终分道扬镳,原本以为向左这次能找个让他们满意的。 没想到,向左又给了他们一个惊喜。 三,告别了有夫之父,向左又爱上了单亲妈妈,以向左背后的金钱和地位,她找什么样的都不在话下, 但是她却找了一个黎义带娃的,黎义带娃本身没有任何问题,有问题的是那个女人本身,她名叫王秋子,说她单纯吧,她拿捏住了向左,说她不单纯吧。 她和向左在一起的目的暴露得实在过于明显,以至于很快就让向太发现,她看中了向左这只肥羊,不停地从她身上薅羊毛, 金钱以及各种各样奢侈品,她都直接开口管向左药,丝毫不知收敛。 向左和她在一起后,大鹅流水成了家常便饭,向太看到她的账单,一调查就明白了这个女人的真实目的。 手起刀落,很快让她离开了自己的儿子,看到儿子如此不省心,向太自然是着急的。 儿子没有识人的本事,向太就亲自上阵帮她挑选媳妇,而她最开始看中的并不是郭碧婷。 打算为儿子掌眼之后,向太就真的开始认真寻找,挑选。 最终,她看上了性格大打咧咧,人品不错的英彩儿。 向太做事向来雷厉风行,看中了就直接表明目的,而且为了讨英彩儿欢心,还给了她很多影视资源。 破天的富贵砸向英彩儿,为何她没有成为向家儿媳? 英彩儿出于礼貌和感谢答应了向太的要求,和向左相处试试看。 但是,不知道两人是性格不合,还是根本就不是对方喜欢的类型,最终不了了之。 后来,英彩儿也另嫁陈小春,向太只能继续寻找合适人选。 郭碧婷的出现符合了天使、地利。 2018年,郭碧婷和父亲向左,向太在参加亲子综艺最美的时光相遇。 向太一眼就看中了温柔、低调、谦卑、品行好的郭碧婷。 她在节目中无数次表现出自己对郭碧婷的喜爱,还说要有一个这样的女儿就好了。 网友,如果向太是男的,估计会自己娶了郭碧婷吧。 向太极力撮合儿子和郭碧婷在一起,更是在两人恋爱一年后,豪至价值五百万的钻戒和一员豪宅因郭碧婷入门。 婚后更是宠爱她超过向左,而且在两人传出婚变时,和丈夫向华强一起去看郭碧婷,给她撑腰。 向外界表明郭碧婷向家儿媳地位不可撼动,看得出来向太对这个儿媳极度满意和喜爱。 可是,向左这颗花花公子心却仍旧受不了,她又在外面沾花惹草,所以向太才对外霸气宣布,把所有财产都留给郭碧婷和孩子。 而她的这一招也确实奏效了,如今的向左专心于事业,有时还会进行直播。 向太和郭碧婷最近去三亚看秀,郭碧婷显然比以前胖了一圈,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。 而且向太一路搀扶着穿礼服的郭碧婷,甚至有点低眉顺眼,而且看秀时也很专心地和郭碧婷聊天,可以看出她是非常想留住这个儿媳妇了。 当初和洪生的那句《一个人的生命》中,女人永远比金钱和权力重要,也一语成衬。 向家的和睦离不开向太的努力,但是,未来究竟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向都未可知。